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春光灿烂猪八戒中小龙女的父亲东海龙王 搭档林心如的半生园中祝洪才等 远继突出 个性鲜明的她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曝光的近照中 已经70岁的李立群仍显老当益壮 虽然头发花白 但精神状态不俗 其实近段时间 李立群现身的次数十分频繁 于视频账号上不断分享生活近照 据了解 李立群目前处于半退休的状态 闲暇时光除了参加聚会之外 就是待在山中的别墅内 过着闲云野鹤的日子 4月份 李立群在社交平台晒出与家人的日常珍贵照片 照片中 李立群穿着米色秋衣秋裤 嘴里叼着香烟 头发乱糟糟 满脸落腮糊 最吸睛的是 他的袜子有个破洞露出了脚趾 看上去格外简朴 不过李立群的收入并不低 他与家人一起居住在加拿大的三层大别墅 家中有着不小的院子 外墙装修也很气派 可见身家不菲 1952年 李立群出生在台湾 一户军人家庭 父亲毕业于黄浦军校 来台湾之前 李立群父亲都生活在内地 后来辗转到了台湾 与发妻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 就这样分隔两地失散了 离开的时候 李立群的父亲也没有想到 他会在50多年之后才有机会回到了老家 而他牵挂了50多年的母亲与发妻都已经成为了一捧黄土 非常巧合的是 当年李立群的父亲都已经放弃了回到老家河南的希望 没有想到 一天午睡不小心碰到了收音机 把收音机给蹭响了 而当时蹭响了之后 收音机里传来的竟是河南的大儿子 在寻找他这个父亲的消息 李立群的父亲激动了 日子也没法好好过了 一心一意地就想回河南 临终之前还嘱咐李立群 以后将他葬在老家 把他放在母亲和发妻的身边 李立群父亲生前因为身体不好 不能走动的时候 还让李立群回到内地 去看望他同父异母的大哥 李立群在见到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大哥之后 给了大哥三笔钱 还了大哥家的外债 盖了新房子 还给他盘下了一家工厂 大哥家的日子慢慢好过起来了 李立群一年会回几次河南 看望自己的父亲 奶奶 还有大娘 李立群自从进入演艺圈之后 一直兢兢业业的拍戏 不管是不是好的 制作好的角色 他都会认真对待 不会因为出演烂片而糊弄了事 因为从小他的父亲对他要求十分严格 李立群小时候就能接触到五湖四海的人 所以他的普通话说得也很好 由于那个年代都不是很富裕 李立群的童年也是非常窘迫 上学的时候同学可以带饭 而他只能带水 有的时候吃同学剩下的饭菜 当时的台湾并没有对外开放 只能靠海运 所以当海员成为了大部分人理想的职业 他的父亲也想让他成为一名海员 可是他却有一个演艺梦 在那个年代 吃饱饭都是奢侈的事情 所以他为了不让父亲失望 最终考进了航海系 毕业后 他成为了一名远洋轮的舵手 但枯燥的航海生活令他无法忍受 也无法兼顾家庭 八个月以后就辞职了 但是辞职之后 为了生活 几乎所有能干的职业他通通都干过 比如养鸡 开车送货 推销员等等 但是他对这些工作都不感兴趣 于是就向父亲提议自己想做个演员 父亲不同意 他没有办法直接去做了油漆工 也许是父亲被他的决心所打动 在李立群27岁那年 父亲终于松口了 他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演员 他当了演员之后非常努力 又加上他不同于常人的演艺天赋 出道不过三年 他便凭借电视剧《清虚连我连青》拿下金钟市地 当时这个奖项是对演员最好的认可 父亲也因此认可了他演员的职业 由于他那时不甘平静 不断突破也变得小有名气 事业上也是顺风顺水 前途一片光明 可是他却突然改行 竟然去了夜场餐厅走穴作秀 许多明星觉得他这样做太跌分 但是他自得其乐 认为自己能够在表演现场得到观众的认可 能认真看自己的表演 还能赚到钱 还能锻炼演技 这让他觉得很值得 在表演期间 莉莉群认识了两位有名剧作家 三人一拍集合开了一个表演坊 为的是发掘表演的更多可能 三个人合作了11年 也取得了一些成就 最后在创作问题上 三人发生了分歧 莉莉群一气之下出走台湾 三人分道扬镳 而这时他因为投资失败欠下了巨额债务 1995年 莉莉群只身前往内地寻求发展 为了家庭生活 他只能从事老本行拍电视剧 莉莉群在内地打响一炮的是田教授的28个保姆 但让大众所熟知的是电视剧温州一家人 通过这部剧 他获得了全国最喜爱的明星奖 来到内地30多年 莉莉群演了3000多集电视剧 为了还清债务 他对剧本来者不拒 一直到2016年才还清了所有债务 自己的孩子接近毕业 还能够独立生活的时候 他才不再拼命接戏 莉莉群虽然出演了很多渣男角色 但他在现实中是名副其实的好男人 他跟无数个女明星一起合作过 从未传出过绯闻 莉莉群老婆是林立青 两人相识八个月就领证结婚 而那个时候是80年代 他们俩算是闪婚 林立青是作家李国修老婆的亲妹妹 当时 莉莉群去李国修家商量事情 在进门时 正好与出门的林立青对视了几秒 正是这几秒 让莉莉群对林立青一见钟情 直接让李国修介绍他们俩认识 莉莉群还表示 那也是他第一次在感情上主动 在结婚后 两人也是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 林立青结婚前当了四年的大学美术老师 婚后就成为了家庭主妇 放弃了事业 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生养孩子上 虽然这么多年 李立青和林立青也免不了磕磕绊绊 但是如今两人相守白头 也着实让人羡慕 莉莉群发布的照片中 可以看到林立青已是满头白发 脸上留下了岁月的痕迹 不过如今 试弄试弄花草菜园的生活 让两人的日子过得无比惬意 3月12号 老戏谷李立青接受了媒体的专访 除了分享拍戏心得 还罕见谈及家庭生活 尽管年纪不小了 但李立青依旧卖力工作 过去几年 她一直在内地拍戏 受不可抗力影响 去年她留在家乡 并花了12天拍摄了一部时装剧 戏中 李立青与知名主持人蓝星妹 扮演一对互相嫌弃的离婚夫妻 谈到这次的合作对象 李立青表示 蓝星妹18岁那年 自己已经认识她 没想到时隔多年 大家竟然会搭档演夫妻 她还透露 排练时 她习惯性把情绪表达出来 跟蓝星妹直接对骂 相当有火花 要是遇到没情绪的演员 自己不会当老师 对方爱怎么演就怎么演 结婚多年 李立群和妻子也有过磕磕绊绊 尤其是在外拍戏的那些年 她经常能接触到不同的异性 她笑言 我们何止七年之痒 简直年年都痒 但理由不足 不可以去做那些事 李立群在某次采访中 也大方地表示 妻子才是家中的领导 十分感激老婆对于家庭的付出 即将迈入七十大关的李立群 指自己从前每天十小时高强度工作 直到去年才开始放慢脚步 感受接近退休一般的生活 这也让她心态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她表示 哪一天不再演戏了 就会跟妻子到山上生活 每天砍草 射箭和种菜 享受怡然自得的小日子 李立群一家人都非常低调 女儿李圆圆毕业于温哥华美院 从事表演的工作 大儿子子成副业 投身于影视行业 不久因为女儿李圆圆和黑人谈恋爱 而遭到了部分网友的攻击 李圆圆在采访的时候 官宣了自己的黑人男友 她透露两个人是初恋 在美国学习表演时相识 如今已经恋爱两年 但是由于疫情原因 她确定关系不久后就回了台湾 两人巨少离多 一直都是异地恋 媒体报道此事后 很多网友表示意想不到 没想到李立群有个美国女婿 李立群也很大方地 在社交平台替女儿宣布 两个人已经分手了 还直呼妙哉 似乎有一种松了口气的感觉 看到李立群被不理智的网友攻击 其他网友纷纷留言安慰李立群 让她不要在意那些无聊的人 李立群也很感激网友对她的鼓励和支持 称自己一家人都是规矩过日子的人 尤其是女儿 她很用功地过她的每一天 她都看在眼里的 李立群坦言 女儿有无限的未来 我真心祝福她 另外 李立群还含有曝光了两个儿子的近兆 虽然颜值方面不是那么的帅气 但却透着一股善良 相信这股善良是遗传了李立群 细细观察不难发现 两个儿子应该长得像妈妈 他们都让李立群夫妇感到骄傲 其实李立群对儿女的婚事 以及职业从不刻意地去关心 她曾在她所写的书籍中说到 不指望他们 不催他们 都自由自在的 李立群曾说过 林立群是她的恩人 是她心中的大师 没有妻子就没有荧幕前收放自如的她 妻子跟她同甘共苦 即使曾经欠下那么多钱 林立群也没有离她而去 而是一直默默地守护在她身旁 林立群是她的妻子 亦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如今70岁的李立群 已经大大减少了工作 更安心地过起了自己的晚年生活 也祝愿李立群老师能够晚年幸福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